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部清零了 那么这边是刀补全部变零之后我们进入到 再回到坐标系里面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G54的XY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钟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是Z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值它有两种方法 也是我们的一个G43呢 G43呢 它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Z的这个值啊 设为宁 设为宁之后呢 然后把我们这把刀具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号刀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379.674呢 给它放到刀部里面去 把这里变成-379.674是不是 我们进行回来 确定 输入一下 先按一下确定 然后再进行输入-374.956 什么什么 然后点击 确定 就是把我们第一把刀的一个补偿值输到里面去 然后坐标系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切零 变成零 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刀具法 刀具法 是吧 那就是以刀具的一个 每把刀它不同的一个高度 就是这个弓箭 是吧 通过呢 我们的这个对刀棒 对吧 是吧 我们进行刀具对完之后 一号刀对完了 对完之后呢 在这个状态下 是吧 这是十个大的直径嘛 那我们在针键里面输入个-10就好了 然后把接下来所得到的这一个 绝对就机床坐标系 就机械坐标的这个Z值 给它输入到1号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byu一下 换2号刀 再对到这个位置对一下 对完之后呢 再把2号刀当前的一个机械坐标 机械坐标 就是我们机床坐标系的一个Z值 输入到2号里面去 3号刀 3号刀输入到3号里面去 以此类推 你有8把刀就8把刀 9把刀就9把刀 是吧 然后呢 坐标系里面这个G54 4 这地方就是0 就是0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以这种刀具法的一个方式 每把刀对应着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这个Z的一个补偿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加工完第一把刀 第二把刀就直接进行加工 换刀就直接进行加工了 不需要说第二把刀换完之后 还要再重新这样对一次刀 就没有必要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G43H的一个 我口述的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实战 好 可能现在这个地方看不清没关系 我说一下你们就应该能懂 我们先MDI 我先把刀具先取下来 这是一个分钟半 我们先取下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1号刀 是吧 来进对这个1号刀的一个长度补偿 那我这边就先通过MDI的方式 输入T1M6 好 点击输入点击启动 先换1号刀 把1号刀换到我们的组织上面 好 换上去之后呢 通过手动的一个方式啊 把机床移动一下 好 自己做稍微降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装1号刀 比如说我们这把D10的一个铝用洗刀 把它装上去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入到手轮模式 通过手轮来进行操作 好 我们进行放大看一下细节 好 我们Z轴呢 往下摇 好 这个面的话呢 我们肯定要拿飞刀飞一下的啊 你不飞的话呢 这个面是不平的啊 要先把这个面飞平之后 我们再去对啊 所以由于我这边在讲的话呢 我这边就不飞了啊 你正常你要去对 一定要把这个面 用飞刀给它飞平之后 然后再去对啊 每一把刀具啊 好 我们Z轴往下摇 大概摇下去让我这把刀啊 这把刀过不去啊 这把刀过不去了 过不去之后呢 然后再往上抬啊 以一丝一丝的方向进行抬 好 那么边移动啊 边移动啊 边移动 啊 边移动 好 边抬 啊 就边往正方向啊 主轴边往上摇 然后呢 我们刀这个啊 是吧 就边往上 边往里面移啊 这个对刀棒嘛 边往里面移 好 现在能过去了是吧 我们再接下来往复方向移动一格 好 过不去 我们再往上移一格 诶 能过去了 诶 就复方向移一格 啊 它过不去 对不对 我们再往正方向移动一格 啊 移动一格 就移动一丝嘛 然后再放啊 过不去 我们再往上移动一格 OK 它能过去了 我们就到当前状态 这把刀对好了 对好之后 我们在计划里面去定义它的参数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刀捕状态 然后呢 一号刀 比如说你这边看不到这个当前位置 是不是 比如设置啊 是吧 你看不到这个当前位置 你就点一下刀捕 它就能看到这个当前位置了 比如这边它只有刀捕 是不是 你不能够设置当前输入 你再按一下刀捕 它就能够按当前输入了啊 然后这是一号刀嘛 是吧 我们点击当前输入 确定 OK了 那搞定了 我们一号刀搞定了啊 是吧 然后我们再进行回到啊 这个啊 坐标系里面去啊 Z 这里是0 然后呢 我们一号刀 是吧 这样对完之后啊 用我们这个啊 对刀棒啊 对完之后啊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再把这个值输入到刀部里面去啊 没问题了 我们来进行对二号刀 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通过MDI的方式 啊 然后我这边啊 这个1在这个一闪一闪的后面 我们就按一下Delight 删除 然后输入2 点击输入 我们来换二号刀啊 二号刀 换完二号刀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对二号刀啊 启动 好 正在换第二号刀 可以听到声音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二号刀呢 装到主轴里面去啊 好 装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进入到手轮模式 进行移动 好 那这样我们也是一样的啊 把Z轴多摇下去一点 然后让我们呢 这一个对道棒啊 是吧 过来啊 过不去了啊 过不去的为止 哎 现在还过得去 好过不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 开始把倍率调到 10的倍率一撕 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上抬 啊 能过去 啊 不过不去 哎 哎 能过去了 啊 往复方向降一次 然后再过去 哎 好像过不去了 然后我们再抬一次 哎 能过去了啊 然后降一次呢 啊 又过不去了 对吧啊 我们就抬一次OK好 这个状态啊 那么我们二号刀就对好了 好 那我们对好二号刀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刀部里面去啊 然后选择二号 选择二号啊 设置当前输入 点 确定 好那么一号到二号刀的一个啊 长度补偿 我们就对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MDI来进行验证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代码来进行验证一下 我们所对的啊 这一个一号到二号刀的一个长度补偿 对对的没有啊 是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MDI T01 我们先对一号刀啊 是吧 M06 好然后确定 第二个 G90 G54 G0 X0 Y0 好 确定 然后再是G43 Z 20 20点 然后呢 H01 因为我们是一号刀 我们就对的相对于H01 好点击输入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啊 这个机床页面来启动看一下结果 好启动我们MDI的程序 好换完刀了 移动到X0 Y0 好移动到我们的一个离弓箭表面20的距离 好可以了移动好了 移动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机床面板 好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加工模块 可以看到这边弓箭实际距离是Z20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面板这边也是20 我拿个刀棒来给你们验证一下 好我们拿个刀棒往这边一放 20的直径呢 往这边一放 你看刚刚好 然后这边就卡住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20的一个距离就放准了 说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度补偿的设置的一个方法 和我们在计算里面操作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G43呢 长度补偿的第一种方法 刀具法呢就弄完了 啊 那么我们下一讲呢就是开始讲啊 我们另外一种方法叫基准刀法啊 这个我以前呢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也用过啊 好那就讲这么多 感谢小满收听 记得点赞加关注 再见 大家好我是千银一峰啊 欢迎来到千银课堂 呃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进行讲讲我们这种三刃的一个洗刀啊 通过我们那个手磨 我们怎么来进行把它磨出来啊 来进行应用到我们机床进行加工 好吧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走起实战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磨啊 我们先启动我们刹轮 好启动之后呢 那么这个刃该怎么进行磨呢 呃第一步啊我们先把它三个平面进行磨出来 然后再去磨它的一个后脚啊 我们先怎么磨呢 先这边啊 你可以找个支撑啊 用小小小小手指啊 找个支撑 找个支撑之后呢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它的一个洗刀啊 它的一个洗刀的一个内角的话呢 是呈现一种一百一百七十八度到一百七十九度之间啊 你知道控制好就行了啊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凸的了 要变成一个凹的啊 凹进去一度到两度就行了啊 那今天我们就大概进行定一下啊 这个去进行磨 也是一样的 它的一个这个刃的这个区域 它的一个这个横刃这个区域啊 你一定要和我们的一个磨削的这个沙轮 形成一个平行的关系啊 好吧 比如说你斜个一度啊 斜个一度的样子 然后平行啊 然后再把这个刃呢 进行磨出来 这样子啊磨出来 一二三啊 然后再转一个啊 是吧 转一下 再磨第二个人 一二三磨一下 再转一个啊 也是一样的啊 一二三 尽量呢 让它的一个三个这个刃的一个磨削的一个位置啊 是一样高的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高度是一样高的 然后保证它的角度是一百七十八到一百七十九度之间 好吧 我们这比方我们就先磨 磨出来啊 嗯看好了 平行 挖一点点角度 磨一下一二三啊 磨一下 这也是一样的啊 一二三 一二三 记住一点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这个刃啊 它的一个这个磨削的一个位置 你一定让它这个刃的一个刃间啊 要往下往下移一点啊 你不能把这个刃呢 不能把这个刃本来是本来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你不能把刃变成磨成这样子 磨成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磨成这样子的话又变成一个倒扣了 这样就切不到弓箭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要往稍微往下移一点这个样子啊 好吧 你磨成这样子的话就行那个倒扣 这样进去切你切不到材料的啊 好吧 和那个磨钻头一个意思啊 嗯 好的 我们三个这个横刃这边一位置的已经磨出来了 磨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磨它的一个后脚 把后脚的一个内容进行磨出来啊 先磨个必让 OK 那这边我们后脚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就三个刃的就已经 呃 刃是已经磨出来了啊 那基本上是呈现一种这个状态啊 好吧 基本上开粗是可以了 你要做光刀的话呢 啊 我还是不建议用手磨啊 啊 开粗的话我还是建光刀的 我建议你还是用基磨 或者说啊 用 嗯 用那种机器的一个方式去磨出来 它是更加准确一点 手磨的话呢 我们一般也就是用来做做开开粗啊 就可以了 好吧 等下我们磨一些 嗯 那个硬质合金的一个洗刀来进开粗的话呢 我们还会把它的一个这个刃尖这个区啊 来进磨一点点阿脱角 这样的话呢 他就更加的 啊 就是他的一个 嗯 磨损率啊 会更加少一点 就是他的一个这个肩部这个区啊 他的一个强度会更更加高一点吧 就这个区你看 这个肩头这个位置啊 肩头这个区 肩头这个部分啊 是吧 给他进行稍微磨一下 肩头稍微磨一下啊 这个区 你看这样子啊 带一点就好了 不用带多了啊 这样进行的这样 带一下啊 每个这个刃尖这个位置啊 刀尖位置 带一下 这个位置你看 这边应该能看到能够 看得出来吧 这个位置啊 就稍微这个肩部这里啊 给他进带一点点啊 带一点点啊 阿脱啊 那基本上呢 我们这把刀他的一个开出的一个呃 使用会更加持久一些 好吧 就是你先磨平面 然后再磨我们的一个后面 然后再去进行 把这个刀尖呢 进行磨盾一点啊 就是磨一个阿楼 磨一个阿楼啊 然后呢 我们再把内部的一个避让这个区 你再倾斜一点角度啊 就你比如说我磨到下面了啊 你就内部这样子 往这个位置拉啊 再往往里面进去靠啊 这样子你看 倾斜一点内角 往里靠 这样子 靠进去 靠进去 这么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子 靠进去 靠进去 把我们的一个这个区中间的一个 把我们中间的这个刀具的一个中间这个位置啊 给进行磨碧让开 不然的话你中间这个区有一个刀刃的话呢 或者中间有一个凸点的话呢 你切过程你的一个加工的表面啊 会形成一个痕迹 这样就很难看了 啊 那么这个的话大家进行理解一下吧 其实磨洗刀的话呢 呃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也就是用来进行啊 开个粗 啊 我们这个目的不是拿它来进行做我们的光刀的啊 嗯 讲这么多 那么有什么想说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说出来 好吧 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讲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拜拜